这只狐狼正在四处寻找猎物 只见它忽然瞅准某个方向 捏手捏脚地贴了过去 神情也变得有些凝重了 原来狐狼发现了一只大耳狐 面对天敌的偷袭 大耳狐逃脱的几率很小 很快大耳狐就成了狐狼的找下亡魂 狐狼正在大快躲一室 另一只狐狼也随之而来 并且毫不客气地加入其中 狐狼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这和睦相处的样子 很明显是一对狐狼夫妇 狐狼有着和猎狗一样的韬钢技巧 虽然体型较小 但体力十分充沛 能够长时间和猎物周旋 面对体型比它大的猎物时 狐狼经常是先一点点消耗猎物的体力 然后再瞅准时机将其猎杀 但狐狼也有天敌 宁猫就是其中之一 这只宁猫来者不善 显然是为了争抢狐狼的猎物 狐狼夫妇为了保护自己的猎物 一同上阵试图驱赶宁猫 只见它们前后夹击不停地改变方位 宁猫稍有不慎 就会为身后的狐狼趁机掏钢 宁猫只能半蹲着和两只狐狼周旋 没过多久 宁猫在体力渐渐不支的情况下 突破身后的狐狼迅速逃窜离开 狐狼夫妇见状乘胜追击 但它们的奔跑速度显然不及宁猫 再加上猎物还在身后 为了防备其他猎食者 趁虚而入占了便宜 只是和宁猫纠缠了一会儿 并且它们和宁猫交战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又见宁猫去一决 没有了争夺食物的念头 于是作罢掉头回到猎物跟前 准备继续享用美餐 令人意外的是 宁猫又突然从背后反杀过来 猝不及防的狐狼夫妇 被宁猫的突袭乱了方寸 竟让宁猫抢占了猎物 宁猫也毫不客气 直接半蹲在猎物前面 开始干饭 狐狼夫妇哪里肯将猎物拱手 让人轮番上阵 攻击正在干饭的宁猫 或许是因为有了食物的激励 宁猫此次明显战力飙升 并且只要下退身后来饭的狐狼 就开始大口撕咬猎物补充体能 两只狐狼大概被宁猫的气势震慑住了 虽然偶尔会对宁猫发起进攻 但已经远远没有了之前的攻击频率 随着宁猫一点点的摄入能量 战局的天平 也开始逐渐倾向于宁猫这边 宁猫的反应速度太灵敏了 每次都能轻易化解狐狼的偷袭 尽管狐狼精力充沛 面对宁猫也是无可奈何 此时的狐狼夫妇也没有了原来的干劲 甚至连基本攻击都停止了 呆呆地站在宁猫的身后 反观宁猫 竟然恬不知耻地要把猎物拖走 拖到一半还不忘回头观察狐狼的动作 见狐狼夫妇不敢靠近 就投也不回地叼着猎物离开了 大自然以强者为尊 强者争夺弱者的胜利果实时有发生 这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法则 也是弱者的无可奈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